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你看我這麼多的攝影器材 其實從我們兔女郎一直以來到現在 我們真的換了非常多的攝影器材 一直在升級 沒錯 我一直在升級 我就是時不時就會去反乖狼說 我覺得我們最近攝影器材可以做一些調整 相機有過熱的問題 沒有辦法支援我們長時間拍攝 畫質不夠好沒有廣角 我們在自拍拍Vlog的時候 沒有辦法支援我們的拍攝 平常這麼多拍攝 你看我們Instagram的拍攝 然後我們還有YouTube的拍攝 其實都是透過這麼多東西去完成的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我最常用的是這一台 Sony的ZV-E10 那這台主要是我們拿來Vlog用的 然後之前我還給它升級了這個Sony的鏡頭 也是跟乖狼說我要升級鏡頭了 因為這樣在廣角你看我們在自拍的時候 這樣兩個人就可以進去 你這樣手這樣輕輕鬆就可以拿 你就不用這樣 這台最厲害的就是很輕巧方便好不好 好 麻雀型的 沒錯 然後這台是全片幅Sony的Alpha 7C 然後它搭配了一個夢幻異品2470 這拍出來喔好漂亮 2470 GM2 這個厲害 再來就是介紹我們還有一系列富士的相機跟鏡頭 現在在拍這台也是富士的 X-H2 這台是X-S10 我帶出門用富士的時候都是會用這台 簡單來說我是會有一個Sony我會有一個輕巧跟不輕巧的 富士我有一個輕巧跟比較不輕巧的 支援不同情境使用 對 接下來講到重頭戲就是你看 哇好多鏡頭有沒有 因為最近我開始踏入了這個使用定焦鏡的坑裡面 所以在不同的焦段呢我都一直買不同的焦段回來試 然後告訴他說你看這樣子拍出來是不是有不一樣的感覺呢 雖然有很多學理 但我們再用我們的體感去告訴我們學習說 就是這樣子的焦段 就如同教科書上面所說的 會有這樣子的效果這樣子 你知道這種感覺很像是 我跟你形容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但是呢你自己飛去一趟之後你就 喔原來蘇上講的是這樣實際上體驗是什麼樣子 對但其實就跟蘇上說的一樣 但是你沒有真的體驗到你就是沒有辦法理解 好總之我就買了那麼多 你們看喔 然後在這些我們眾多的器材裡面呢 八九層以上全部都是透過網路去購買的 但網路有分你要直接跟品牌的官網買 或者是蝦皮如果我要買星際 我就會直接說你去跟品牌買 二手就是你的專長了 其實為什麼我會買二手我還有很大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最喜歡什麼 或是最需要什麼 所以我認為我其實並不需要一個全新的東西 因為我並不知道我真正命定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認為說可以用少一點的錢去 去獲取這樣的經驗 假如說我買了一個二手的鏡來摸一摸 如果不需要的話 我就可以再把它賣掉 Easy啦我都是這樣子買進買出買進買出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加了一些社團嗎 最近非常瘋的就是在Facebook的社團裡面 看相機看鏡頭 重點就來了這五顆鏡頭 加上現在在拍我們的鏡頭 全部都是在社團上面買賣的 但是我時常也在想一件事 會不會有一天我遇到詐騙 其實你在跟我說你要買二手的時候 我就會問你說會不會去詐騙 我一開始其實都會強制面膠去進行交易 如果說沒有面膠我就不放心 我也不願意去跟他買這個東西 直到有一天就發現我實在是太忙了 我真的沒辦法 然後我又覺得我真的很需要這個東西 或是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deal的時候 我就請他郵寄 其實有這麼多顆鏡頭 我看哪一顆不是郵寄的 就這一顆 這兩顆不是郵寄 這兩顆都是面膠的 其他這四顆鏡頭 包括現在在拍我們的鏡頭 全部都是郵寄的鏡頭 所以就是我經過這麼多次良好的消費經驗之後呢 我就是持續走這個郵寄的方式 於是我就遇到詐騙了 這個詐騙我先講金額大概多少 金額是一萬一 比起有一些詐騙就是幾十萬幾百萬 我已經覺得一萬一還好 他今天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很平靜 我覺得你好平靜喔 我其實可以再多形容一點 因為其實昨天我還很開心的跟他說過 買了一個這個東西 他還也跟我說 哇這真是一個好的交易 直到今天我其實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你跟這個人會有一個對話框嗎 一早我就問他說你寄出了沒 他就說他昨天就寄出了喔 我其實心裡就 我還是有點怕怕的 所以在下午的時候 我就又去看了跟他的對話框 就發現人去樓空 這個群組已經就是被停止對話了 然後我點進去他的人像發現 找不到該用戶 我那時候腦筋很軟 太多訊息 我在想說我該不該告訴你 我該怎麼告訴你 我跑過很多事情之後 我還是想說 我先冷靜 你決定把我支開 叫我去煮咖啡 對 很怕被你罵 但我覺得我不能想這麼多了 我得先報案 把你支開 第一瞬間真的是第一瞬間 即刻報案 而且我聽到那個 咖啡機按下去的聲音 我就覺得 沒錯 就是現在 165 然後2 進行報案 那進行這一個報案的時候呢 其實他要先跟銀行先做聯繫 再來他會確認你的戶籍所在地 你要在你的戶籍所在地 管轄內的警察局去進行報案 其實我在這整件事情裡面 我只有在思考 要不要告訴你這件事情的時候 比較慌亂 被詐騙其實會有一種心理 你都會很怕被人家 害怕說你會不會罵我 那我也會怕說 別人會覺得我怎麼樣 例如其實今天警察又給我一個反應 就是說 怎麼會有人一直被騙呢 其實我也要說 為什麼我們會在上面進行這些交易 這也不完全是貪小便宜 有的時候你會看人家的收藏是什麼 它是一個喜好的交流的一個地方 當然不知道有人這樣子進行詐騙啊 後來其實是因為那個165的人要跟我說 你這個是要去哪一個派出所報案 然後接著電話在裡面前接了 那本身低頭 然後抬頭 我就覺得 我闖禍了 我很害怕 我不敢跟你說 不管面對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一起面對了吧 哈哈哈 我覺得我被詐騙了 你就跟我解釋說 那通電話是叫你說 要盡快去警察局報案 我就說好 那我們吃完飯 就去警察局 我覺得這件事情你一定不好受啊 還好啦1萬1 我們就去處理這件事情就好了 你如果都已經處理了 我就不會生氣 我如果會生氣一定是因為 你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你因為太害怕 然後完全沒有動作 我也沒有打個165 你沒有做任何處置 這樣我才會生氣 一發現你馬上做出了行動 我是不會生氣 因為我覺得你已經做了 你能做的事情了 我覺得我最傻的地方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bug 他說他沒有網印 但我後來才發現 你的帳戶是recharge 對啊我就跟你說 我一看就知道是什麼啦 對 一看就是網路帳號啊 對我當下就是 沒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就會給他了 第二個是受害的狀態啊 會有一種心理就是 就是不敢跟別人說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在 第一時間跟你講 但我就是覺得 我應該要處理這件事情 以我的角度的話 我會希望你先處理完再跟我說 你發現這件事情一定要 立刻先做該做的事情 可以做完再跟我說 我覺得我很OK 所以就很冷靜的跟他報案 其實你真的要跟他報案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覺得 唉唷 好好笑 今天講片覺得丟臉 可是我還是依舊的自證槍遠 把這些事情給講完 依舊保持優雅的態度 處理完這件事情 包括我去警察局報案的時候 我是抱持一個很坦蕩的狀態跟他說 對 我被詐騙了 我覺得每個去那邊報案的人 旁人都會覺得 這種事情也要來 你都會覺得別人事情是小事 你都會覺得別人事情很笨 一樣事情發在別人上不重要 發在自己身上 對 我一定要去討回公道 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警察有說 是否有意願這樣進行民視訴訟 那這件事的重點在於 如果我選擇不要進行民視訴訟的話 因為我報案了 所以他們公單位會去進行調查 要調查到如果真的確認這個人 他是 有不法行為 的話 他會對他進行處置 抓起來或是幹嘛 對 會進行一些民視的處置 所以總是選擇 如果有任何消息的話 都可以寄信來給我們 出庭通知 這樣子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鈴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最重要的就是還是要坦然面對 理性處理 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可以理解當被詐騙的當下 你都會覺得 我是不是好笨 但其實沒有時間想那些 生活上還有繼續要做的事情 如同我現在還要拍這支影片 其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還有你正常的生活 需要去持續著 所以必須要保持冷靜的 處理這件事情 當然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騙了 對我來說我的原則就是 你發生事情了 然後能夠做 你能做的處理就好了 我也覺得很感謝你是如此 你也一直安慰我 說你有沒有好一點 都把你錢給花了 你還在安慰我呀 這件事情已經發生 我知道你一定會 處於一個很自責的狀態 因為我太了解你了 不需要糾結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發生 我再怎麼樣苛責你 或是對你冷暴力 或是語言暴力 發脾氣 再鬧 再任性 也不能改變這件事情 也不是說我做的那些事情 被詐騙人一萬億就會回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就不讓他趕快過去 反正警察已經處理 我們已經做能做的事情 那我們就繼續做 我們其他也應該做的事情 比如說拍片 保持一個好的心情來工作 會比較好 謝謝乖狼 你的體諒 我想我會更注意 就是善用戀交的功能 或者是你真的要轉帳 你還是要讓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看我一看就知道這個帳號 不合邏輯 你知道之前也有人想要詐騙我 誰啊 奶粉 他就說這個交易有問題 你可以幫我問一下客服什麼事情嗎 可是為什麼你會遇到奶粉詐騙 他最近有一個問題 他開始便秘 其實他便便的問題其實一直都蠻多的 可是那時候才剛大補貨 我就把奶粉要賣掉 他就是說我開了一個賣貨幣給他 賣貨幣那個好像不能交易 這個怎麼樣應該要先匯款什麼之類 他就是要進行詐騙 你要賣東西我會 對啊現在詐騙我怎麼不在 不想說交易平台我用那麼久了 你連下單都沒有下單 你跟我說不行 你好歹也是下單都在跟我說不行吧 連下單都沒有你就跟我說不行 你實在是太狂了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戴小菁夠累了我還要應付你喔 好兇喔 我真的很火大 戴小菁很累 然後你還在那邊給我詐騙 然後罵他 封鎖 好帥喔 時刻保持警惕 無論先前的類似經驗有多好 都不能鬆懈 等一下下面留言該不會又要開始罵我了吧 把留言關起來 留言關起來 對啊 好啦那今天分享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享受掰掰 遊戲以來最感傷的掰掰